他们是毛主席手下最精锐的部队 曾经调打过英美苏三国 就连号称地表最强陆军的苏联 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朝鲜战争时期 美军只要听到他们的番号 就会被吓得举手投降 那么这支部队究竟是何方神圣 苏美英三国的王牌部队 又被打得有多惨呢 这支军队就是解放军23军 他们是苏裕大将手下的王牌部队 最早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 当时他们是红石军团下面的 浙敏军区挺进时 由方志敏亲自指挥领导 土地革命期间 这支部队一直都是开路先锋 打起仗了十分勇猛 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 这支部队成为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 因为其自利老又拥有着光辉的历史 大多数人称他们为老四团 之后随着人数的扩张 他们被改变为了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 这个第三旅大家应该有所耳闻 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车桥战役中一弱胜强 歼灭了日军一个大队和日伪军一千多人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 这支部队又被改变成了滑动野战军 第四纵队 司令员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战神素玉 后来又被改变成了第三野战军 第二三军 刚刚改变他们迎来了第一场应战 对阵英军王牌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 百万解放军叙事待发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渡江的时候 一艘英国军舰突然出现挡在了我军前方 经过变时 这应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紫石英号 为了避免徒增势短 二十三军的战士们立马打着旗语 要求他们撤离 然而英军在收到我军发出的信号后 不仅没有撤退 反而加快速度朝着我军前方驶来 并且还调转炮口 挑衅二十三军的将士们 自鸦片战争之后 英军就算没有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他们习惯于在中国的河海中横行八道 眼看着英国军舰越来越近 二十三军的将士们决定开炮警告 紫石英号前方 此时的英国军队看到我们开火之后 不仅没停下脚步 甚至一路向前 之下英军直接被打懵了 他们主炮率先摧毁 开始向南岸逃去 想要寻求国民党军队的帮助 然而国军自己也是尼普色过疆 他们对紫石英号视若无睹 火军再次进行了一轮骑射 紫石英号已经满身狼藉 舰长都被炸伤了重伤 最终紫石英号举起了白旗 摇摇晃晃的停在了南岸的浅滩之中 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 英军并不服气 他们向总部请求了援助 收到消息的英军指挥所 立马排除了伴侣号 这艘军舰比紫石英号更大 火力更足 但依旧不是紫石英号 不仅没救出紫石英号 反而自己被打得落魂而逃 此时得知消息的毛主席十分高兴 而这场战斗 也成为了紫石英军的成名之战 但真正让紫石英军封神的 还是对战美军的一场战役 这是唯一一个 打过英美族三国军队的王牌部队 也是从未有过败祭的部队 这就是战神苏裕手下的23军 打垮英国紫石英号之后 23军又碰上了当时世界最强的美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原本就是南北朝鲜的内战 美国却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切好 强势介入了朝鲜战争 在美军人船登陆之后 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把北朝鲜军给赶到亚绿江边 最开始中国是不想掺和的 毕竟才刚刚建国 强势越过三八线 并且还入侵了我国领土 面对气焰嚣张的美军 毛主席当即下令出兵北朝抗美援朝 23军的入朝时间比较晚 但他们打的全部都是硬仗 1952年9月 军长中国储带领23军入朝作战 此时朝鲜战争正处于边打边谈的阶段 为了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话语权 美国决定从战争给我国施压 1953年1月20日 美第八集团总司令范夫里特 带领美军王牌第七师的一个营 一个坦克营和一个轰炸机连队 朝着志愿军的丁子山阵地杀来 此时丁子山上只有23军一个牌的士兵 得知消息的美军无比高兴 立马朝丁子山发起了进攻 为了迅速拿下我军阵地 范夫里特首先派出了飞机 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 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 美军投下了20万磅的炸弹 志愿军的阵地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飞机轰炸之后还不算完 范夫里特再次派出炮兵营 对阵地进行了又一轮的轰炸 就算志愿军在坑道内 这种思维也非常不好受 身体就像是大海上颠簸的小船 不少人的牙齿都被割掉了 轰炸停止之后 美军投掷出烟雾弹 坦克掩护着步兵 向志愿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此时的美军信心满满 还以为阵地上不可能有服务了 结果他们刚上阵地 就遭到了我军的突然打击 志愿军用冲锋枪构筑起了一道密集的火力网 指挥员还专门下令先打美军坦克编上的步兵 没有了步兵 美军坦克就是火靶子 在志愿军的猛攻之下 许多美军被吓得开始往后撤退 还有的直接躲进了弹坑之中 第一轮进攻的美军先头部队 几乎没有给志愿军造成伤害 就被全歼了 但他们已经摸清山上确实只有一个牌的志愿军 范弗里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再次调集飞机和大炮 对志愿军阵地进行了轰炸 然而因为刚刚投掷的烟雾弹导致美军飞机的视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虽然投下来的炸弹很多 但是基本上都落在了别的区域 轰炸之后 范弗里特将剩下的美军全派了上去 面对如同潮水一样的敌人 223军的战士们奋起反抗 子弹打完了就成刺刀 刺刀砍断了 就用拳头用牙齿 在战士们的英勇作战下 成功戒灭美军150人 眼看着损失如此惨重 美军被迫选择了撤离 这场战斗 志愿军223军的一个牌 打脱了美军一个加强营的进攻 自身伤亡才11人 战斗结果传出后 223军声名大噪 王牌军的名号从此传了出去 毛主席的王牌223军有多强 曾经炮轰英国军舰 将其打除我国水域 一个牌的战士 打败了美军一个营的精锐 就连苏联的王牌部队 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这场打扶苏联部队的战斗 就是珍宝岛战役 自赫鲁晓夫上台之后 苏联的行事风格 愈发的霸道蛮横 他们想要中国去当苏联的小弟 还想侵占我国的领土 对于这种行为 毛主席当然不会忍让 立马就进行了谴责 没想到赫鲁晓夫依旧我行我素 频繁的在中苏边境挑适 据统计 从1964年10月 至1968年3月期间 苏联一共挑起了 4000多起边境冲突 我国对此一人再人 最终忍无可忍 1967年1月 苏联派出军队 入棋了我国的珍宝岛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 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当地居民 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打鱼 苏联强占了这里之后 他们强行驱赶中国渔民 还用装甲车攻击当地百姓 见此情形 我国边防人员立马动手 打退了这一支苏联小队 这场战斗 也成为了珍宝岛战役的导火索 苏联军队被打退之后 他们再次出动了200多名精锐 袭带着坦克朝着珍宝岛退进 面对来势熊熊的苏军 我军出动了王牌223军的一个连队 在看到苏军之后 223军的战士首先发出警告 要求他们退出我国领土 然而收到警告的苏军 没有丝毫反应 继续开着坦克向前进发 并且还动用武器 攻击223军的战士 在苏军打响了第一枪之后 我军战士果断开始反击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 苏军成功被223军的战士打退 但是由于敌人火力强大 我军的损失十分惨重 到了晚上 23军的战士进行了复盘 苏联这次被打退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下一次进攻 绝对会携带更加强大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军如果还选择硬碰硬的话 肯定是得不偿失 所以必须使用计谋 223军的战士们想到了 在朝鲜战场上常用的一个计谋 又敌深入聚而兼之 第二天刚亮 苏联军队就打了过来 此时223军紧派出少量士兵进行阻击 靠着装甲车和坦克 苏军一路长驱直入 此时的他们还以为 中国军队是害怕了 打算放弃震宝岛 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向前 很快就被我军引诱到了伏击地点 在苏联大部队进来之后 223军的战士 从他们的侧翼冒了出来 一时间打了苏军一个措手不及 苏军有着一个T-62坦克 这玩意儿火箭筒打上去 就跟脑痒痒一样 如果不是有反坦克武器 223军还真不好拿下 在解决完T-62坦克之后 苏军彻底慌了 为了避免T-62坦克落在我们手里 苏联再次出动了5辆坦克 和70多名士兵 然而还是被223军的战士给击退 虽然苏联的武器装备比我军强大 但223军的战士 凭借着英勇完全的精神 依托有力地形和计谋 照样能以弱胜强 从这之后 再也没有人吹嘘过 苏联陆军有多强